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這個 主要啦,主要是這個 這個是Seattle London 今年的Holiday 2的眼影盤 然後呢,它跟著一起附上的東西呢 有這個化妝包 它剛好可以裝進這個眼影盤,很剛好 然後有一支液態唇膏 還有一支他們的睫毛膏 那我先從這個化妝包縮起 出乎我意料的質感很好,我很喜歡 因為通常這種送的化妝包 我都不會抱太大的期望 我主要都在注意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化妝包呢,其實我真的蠻常用的 就是,如果來不及化妝 要在外面化妝,我就會把化妝品 放到這裡面帶走 它有很大的容量喔 然後呢,它這個皮革呢 摸起來不像是很廉價的那種 當然我相信它不可能是多好的皮 但至少不是廉價會脫漆 掉皮的那種不是 然後呢,它這個有一點點 它裡面感覺是有一點點填充 薄薄的海綿 一點點防撞的功能 然後流酥 這邊有一些星星還有寫字 它這個顏色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再來呢,我要講的是這個液態唇膏 其實我之前去年好像我買那個 Sephora的Give Me More Lips 裡面就有他們的液態唇膏 我的那一支是橘紅色 我還有放在愛用品裡面,我記得 那這一支呢,我差一點買它的正貨 那個時候想要買他們家的液態唇膏 因為之前的經驗 之前用那一支很好用 非常的,很舒適 它主要是舒適取勝 非常的舒服 然後呢,很顯色 擦上去之後,乾掉之後 幾乎啦,是霧面的 但是因為它非常舒服嘛 所以它的持久度就是 一般來說沒有問題 但是吃東西啦 會掉一些 然後喝水可能會有一點轉印這樣 但是因為太舒服了 所以我不介意 我差點就買這個顏色 幸好那個時候 我把預算拿去買別的 那這個組合裡面呢 剛好有這個我很想要的顏色 這個是Penup 它是玫瑰棕色 但是玫瑰色調比棕色調還要再來得多一些 我比較多的顏色是 玫瑰棕色調比較高 這個是玫瑰色調比較高 我非常的喜歡 就是我現在嘴巴上面的顏色 再來呢,是這個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 其實我對歐美的睫毛膏 都沒有太大的信心 因為 我的睫毛是比較細軟 容易塌 那歐美的睫毛膏都比較濕潤 因為他們的睫毛就很容易捲翹嘛 所以他們的睫毛膏比較濕潤 比較重 我常常一刷就是垂下來 那更不用說我們這邊天氣比較濕熱啊 容易有暈染的問題啊 所以他們歐美的睫毛膏 我是沒有非常的喜歡 像之前他們TOOFACE的睫毛膏 SMASHBOX 那些評價不錯的 我用起來都不太好 TART我用起來情況也不妙 我就垂下來 然後會暈 那他們這個SEATELAND的呢 我覺得是歐美的睫毛膏裡面很不錯的 就是我用是完全不暈的 然後捲翹的程度呢 以歐美的睫毛膏裡面來比 他是維持捲翹度最好的 我自己的就是經驗 可是呢還是不及日系的睫毛膏 像我在用呢 DASIO啊 KISS ME啊 都可以維持非常的捲翹 那這個呢 就比不上日系睫毛膏 但在歐美裡面是很優秀的 但他致命的缺點就是 我給你們看他的刷頭 很大喔 他是這種雅鈴型的刷頭 然後除了很大之外呢 我覺得他 嗯 乾掉的速度很快 我才開沒多久 用沒幾次 我就明顯的感覺到 他那個膠體啊 越來越乾 然後變得要很小心 不然就容易結塊 沒有剛開的時候 那麼好刷了 所以是個有點 十之無味 七之可惜的睫毛膏 接下來呢 就進入這個主題 眼影盤 我覺得呢 這個眼影盤 最大最大的兩個優點就是 他的選色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選色是很用心的 我等一下講一下我 嗯為什麼 那另外一個優點呢 就是他的 呃不是十九講錯 他的顯色度 他顯色 而且是適中的那種顯色 並不是太過顯色 或是粉質很軟 然後新手會不容易操控 不是那一種 這個顯色度呢 是非常的 恰到好處 很適中 就是 你不容易 失手 然後不容易掉粉 在臉上 不管是霧面的還是 燭光的都一樣 所以是個 非常容易使用 的眼影盤 那我要說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他的配色 非常的好 我把鏡頭 拉近給你們看 首先呢我自己 個人私心 喜歡霧面色 這是我自己 私心 像 123 4 5 6 這6個是燭光色 其他的 這4個 這3個 這2個 都是霧面色 所以我覺得他的平衡上來說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接下來呢我要講的是 深淺的範圍 剛剛講的是珠光和霧面 我覺得他的選色深淺很棒 像這個霧面的象牙白色 可以用來打底啦 暈染你的眼影的周圍啦 打亮眉骨啦 都是可以的 非常的好用 然後呢 你們可以看出來 他提供的顏色主要是這種 暖大地色 金色 還有這種 帶藕色調的紫色 然後到偏藍一點點 然後呢 他給你的暈染色是 配合暖大地色的 有這種 我之前的暈染色的影片有講過 這種 暖棕色 然後讓你配合你的暖大地色 然後呢 這邊有兩個 是 我有講過粉和色 那一個系列的暈染色 讓你來配合紫色 因為紫色最常搭配就是這種 粉和色系列的暈染色 那他第一個這個呢 他是 暖色的 霧面咖啡色沒錯 但是他沒有非常的暖 他有一點偏中性 所以 這整盤呢 讓你 非常的容易搭配 你要最深色 有暈染色 有打亮色 有這個 這兩個珠光色也可以用來打亮 然後 然後他的顏色呢 不容易讓你化髒 像這個紫色 他都帶著一點點的粉藕色調 你就不容易化髒 有點大地調的感覺 然後像這個 看起來像灰色 但他裡面也是有些許的藕色 然後這些暖色調 這是一盤 非常容易使用 很容易操控 不管是顯色度 還是配色 還是 嗯 容易化髒 都非常的好操控 這個我建議新手 新手可以買這一盤 然後 又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練習搭配顏色啊 然後這個紫色 如果特殊的場合 或是日夜妝的轉換 你都可以使用 我非常喜歡 這個選色 然後眼影的表現 那我再講一下啊 他的霧面色的表現呢 是顯色 又好暈染的 他的珠光色呢 是有一點膠狀感覺 就像我之前說的那個 Makeup Addiction那種 膠狀感覺 或是SUPER BEAUTY那種 膠狀感覺的珠光色 那他的霧面色 每一個質地 都是一樣的 珠光色 每一個質地 都是一樣的 他沒有質地上面的區別 讓你需要每一個眼影 都去跟他認識好 打好關係 不用 他每一個眼影的質地 都是一樣的 你用的時候呢 都很容易操作 那再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手臂上的試色 第一個呢 是中性色調的霧面咖啡色 然後偏暖一點 不是完全中性 有點偏暖 接下來呢 是有點粉橘色調的霧面咖啡色 再來是 稍微深一點的暖咖啡色 再來是 最深的霧面咖啡色 那這個系列呢 這三個顏色 不論你膚色深淺 你都可以找到 適合你的眼窩暈染色 再來呢 這個是珠光的金色 還有珠光的淺金色 有點香檳色調這樣 接下來呢 這個是霧面的象牙白色 再來這個是 淺的粉核色 還有深一點的粉核色 帶一點點灰色調 那這兩個顏色也是 你不管膚色深淺 你都可以 找到適合你的眼窩暈染色 甚至你調在一起也可以 再來呢 這一個珠光色呢 在盤子裡面 看起來是灰色 但它其實呢 帶一點點藕色調 然後它其實也有 一點點金色調 是一個非常有深度的顏色 非常的有層次 而且這個顏色呢 它雖然偏冷色調 但是完全不容易化妝 化髒 不容易化髒 很好使用 接下來呢 是這一個 這個是這盤裡面 比較淺的珠光色 然後是粉色調的香檳色 跟我的膚色有點融合在一起 所以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非常漂亮 再來這一個顏色呢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它在盤子裡面看起來是珠光紫色 但實際上在手上啊 它不是不顯色喔 它是有粉色調 然後有粉色調的光澤 可能在鏡頭前面看起來像是 單純的粉色 但它其實是一個有層次的光澤 我今天是用這個顏色 加強眼尾 做眼尾加強色 所以整體呢 連加強色都不是那麼的深 那今天眼妝呢 就是走一個比較柔和的路線 接下來呢 這個是霧面的紫色 然後帶一點點藕色調 非常的顯色 再來呢 這個是霧面的深紫色 這個就已經偏藍色調了 最後一個呢 是最偏藍色調 但是它同時也是有點紫色感覺 只是比較偏藍色調的珠光色 最後呢 是一台唇膏paint up 非常漂亮的玫瑰棕色 而且非常非常的舒適喔 那接下來呢 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我今天的眼妝 我的眼妝呢 是走非常柔和 沒有什麼邊界的路線 然後呢 眼尾的加強色是這個紫色 那眼皮上面的這個淺色呢 是 哪裡 這個 這個淺金色 它其實跟我的膚色有點融合 但它還是有漂亮的光澤 那整體來說呢 我幾乎可以走低調柔和路線的 我都用上了 像我的眼線 是這個深紫色的眼影 用來當眼線非常的好用 也沒有掉粉到臉上 非常的棒 那睫毛膏呢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我是用咖啡色的睫毛膏 就是盡量讓眼妝看起來是比較溫和的 那這個 嘴唇的顏色呢 雖然是溫和 但是它比較 呃 線條比較分明 剛好跟眼妝可以有一個互相配合 然後腮紅呢 是我非常喜歡的 Etude House的這個腮紅 帶有一些漂亮的打亮 今天是用Anastasia的打亮 那大家呢 如果想要看今天這個妝喔 怎麼完成 就繼續看下去囉 我現在先用Zellium Tools 733 把眉毛疏順 再來呢 我要用Anastasia的這個眉粉 已經用到都見底了 我先用這個最深的顏色畫眉毛 然後我要用裡面附的刷子 因為這很麻煩我用的 我要混合這三個顏色 然後用刷子的另外一頭 畫一下前面這個部分 我發現我只要邊畫邊講話呢 就會變成碎碎面 好 就畫這樣 那我來把另外一邊也畫好 好了 眉毛畫好之後呢 我要用這個是什麼 MAC的Brow Set 色號是Clear 就是透明的眉膠 就這樣 可是透明的眉膠 用到最後裡面都會變成淡淡的咖啡色 應該 它都是這樣吧 有了 有辦法把它用得很乾淨嗎 雖然好麻煩喔 我就讓它這樣這個顏色好了 要錄這種講話影片呢 就會錄到外面的摩托車 這不妨 妹妹你不要爬那個簾子啦 砸到我怎麼辦 像嚇死丸 讓眉毛有點站起來 就覺得好像 比較立體 好像眉毛比較多 感覺比較時尚的感覺 會時尚嗎 就覺得好像很多 喔妹妹你不要玩百葉窗啦 太吵了 DONI啦 害我眉膠刷太多了 刷太多了 DONI 我剛剛講到哪裡啊 我覺得很多 總秀啊 我的眉毛好像很立體 除了有點陽剛的感覺之外 會覺得更時尚一點 好 再來呢 來畫眼影呢 這盤眼影我覺得它各個色 就是各個需要的顏色 什麼打亮啊 主要的顏色啊 深色啊 分佈的滿好的 先用這個是Beauty Bakery的Pancake Ice Cream 這樣就把它耗地了 顏皮就乾淨了很多 好 再來呢 要用Dellium Tools 778 就是這一支 然後 我們要來用這個 霧面的象牙白色 然後把它抵 滿顯色的 一上上去眼皮就 又清爽又乾淨 天啊 妹妹 你在旁邊一直這樣子洗澡 會不會錄到你一直舔來舔去的聲音 你還是洗澡好了 我寧願你有舔來舔去的聲音 也不要你一直跳來跳去的 好可怕喔 再來我要用這個是Sigma的1515 一個很大的扁刷 再來用這個珠光的淺金色 像是整個眼皮 沾這種有一點膠狀感覺的眼影啊 都要輕輕的沾 不然你會覺得上面的 就眼影上面的那種薄膜感好像會特別嚴重 可是 有一點薄膜感我覺得沒關係啊 不影響我沾色 好上完長這樣 它不是不顯色喔 它是顏色跟我膚色有點接近 但其實蠻顯色的啊 光澤也蠻漂亮 鏡頭拍不拍得出來啊 它真的有顯色啦 是跟我的膚色太接近了 其實現場看呢 光澤是很美的 再來呢我想要用 這邊這個 珠光的古銅金色 然後我用同一支刷的 上在下眼影的地方 好兩邊都畫好下眼影的金色 就是現在這樣 再來呢我要用ZELEM TOOS 17 716 這個 妹妹你不要跳下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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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用這一個 霧面的暖棕色 再來呢我們從眼尾的這個地方加深 然後帶到眼窩的裡面去 裡面 再到眼窩上面 啊你們懂意思 我在縮手 就這樣 加深一下眼尾 就用刷子的 扁的那一面這樣子 放這樣子 然後用這種扁的那一面 這樣帶到眼窩去 懂我意思嗎 這樣 然後帶上去 因為這刷子是有點扁扁的嘛 然後帶一點到眼窩 然後再把刷子直起來 然後暈染一下 再直起來的話 刷起來就會比較柔和嘛 因為寬面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就會比較柔和 我所謂的柔和 就是不會一條線 就在那個眼窩裡面 這邊都畫好呢 就長這樣 再來呢我要用這個是 MAKE UP ADDICTION的 PRECISION CREASE 我是不會拿它來畫CREASE啦 除非我要畫那種眼窩妝 CUT CREASE那種 不然這個畫CREASE很 很明顯的一條線 可是我喜歡 拿它來畫就是眼尾的地方 因為這個刷子的毛啊 比較鬆散 不是緊密的那一種 畫眼尾 就是如果你需要那種 很沒有界線 就和清淡的眼尾啊 這個刷子就不錯 用那種很緊密的刷子 按出來的 畫出來的眼尾 就是會比較強烈 然後深邃這樣 再來呢我要用 我今天的手 差點要溜去了 還用這個 珠光的紫色 而且我覺得它的紫很漂亮 就是有一點大地色 所以一點點 就一點點藕色掉的紫 不是很紅的那種 很強烈的紫 所以不太容易畫壞掉 好 我們來畫上下眼影的眼尾 我都想用這個顏色 而且我想要畫成一個柔柔的樣子 對吧 這支刷子畫出來就是很柔和 再畫下眼尾 再畫下眼尾 妹妹我求求你 千萬不要這個時候弄東西 我沒有空阻止你啊 啊 不要不要踩我的眼影 你為什麼喜歡這樣 好啦 畫完之後是長這樣 接下來呢我要用剛剛那支 沾過暖咖啡色的暈染刷 暈染一下眼影 就我想要它沒有什麼界線 好 畫完之後呢 這支眼鏡現在是這樣 好啦 兩支眼睛的眼尾都畫好了 然後有做一些暈染 再來呢 我要用這一支 G14 Morphy的G14 厚度的扁刷 這是比較緊密比較厚的 跟剛剛那個暈染刷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呢再用這個霧面的象牙白色 我們要來打亮一下眉骨 然後順便把整個眼妝的邊緣清理乾淨 這樣子呢 會更沒有界線 更漂亮 這樣一個差不多 這樣 然後來把另外一支眼睛也畫一畫 把眼妝進行到這邊呢 我們要來打亮眼頭 我要拿跟剛剛那支一樣的小刷子 這個就是 MAKE UP ADDICTION的這一支 這個什麼呢 PRECISION CREASE 再來 用這個 香檳色 珠光香檳色 然後我們要來打亮眼頭了 然後我們要來打亮眼頭了 好 像魔掌就知道它漂亮了 但上了眼睛之後還是會覺得好美 好了 用這支刷子呢 打亮眼頭也變得非常的柔和 因為這個毛呢很鬆 雖然你們看不太出來 它其實不是緊密的刷子喔 它是毛比較鬆的 好 眼影到這邊呢 就畫完了 應該蠻簡單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來夾睫毛 我一直都是用這個RMK的睫毛夾 我要壓眼皮 你們應該都知道什麼是壓眼皮吧 我之前好像有錄過那個 夾睫毛的影片 再來呢 用這個 Etude House的101眼線膠筆 黑色的 它還畫內眼線 我現在都 輪替 有時候用這個 有時候用那個Sweet Sweets的 危險危險 好了 畫好之後就是這樣 再來呢 我要用這個 是Make Up For Ever的 256號 一種很扁的 然後小扁刷 我要用這個 霧面的深紫色 當作眼線 再用這樣 用暗的 不要來回摩擦 不然 什麼眼影都很有可能會掉粉下來喔 很顯色吧 畫眼線很好欸 這種 顯色度剛好啊 畫眼線也很好 不是越顯色越好 像LORAC那種 很軟的眼影啊 你如果不小心沾太多 顯色是顯色 可是很容易就掉下來 所以要控制好 然後我決定 後面要 微微的往後拉 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就好 好了 眼線畫完 就是長這個樣子 應該有柔和的感覺吧 再來呢 我要刷這個是 Kiss Me的睫毛膏 它是咖啡色的喔 你們一定不加我這支吧 這支不是我買 這個是Teria姐姐買錯了 所以送我的 她不想用咖啡色 她本來是要買這個 黑色的 結果買成咖啡色了 你們看她的頭 這樣子的是黑色 這樣子的是咖啡色 不過我是用得很開心啊 咖啡色也很好啊 像這麼柔和的妝 就可以用一下咖啡色 我現在喜歡先刷下睫毛 不然刷完 刷完上睫毛 刷下睫毛的時候 這樣往上一看啊 這個都硬到眼皮上去了 所以我現在喜歡先刷下睫毛 我想要刷的清淡一點 不想要太明顯 這豬叫聲是妞妞發出來的 我們家這妞妞會發出豬叫聲 再來刷上睫毛 好啦現在就是眼妝都完成了 睫毛也刷好了 雖然我不確定是不是 別人可以看出我的眼線是紫色啦 睫毛膏是咖啡色啦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那我們再來完成臉上其他的妝容 那接下來呢我要用這個腮紅 是我不確定現在還有我們在賣 應該買得到吧 這個是Etude House的 之前那個庫顱頭的那個系列 然後呢我要用的這個是1號 就是我覺得顏色很漂亮 然後很自然又有一點光澤的腮紅 這個顏色 再來我要用的是Ben Nye的RB153這個腮紅刷 再來我想要先上唇膏 再來做其他的打亮啊 修容 嗯? 六熊龍Bronzer 這個是今天分享的這個眼影盤呢 他附的這個液態唇膏 3號是PIN UP 妹妹 你... 你們不要這樣子打架好不好 好 剛剛經過貓咪的混戰之後 我現在回來好好的擦這支唇膏 這顏色很美 我曾經一度想要買這個顏色 幸好沒有 組合裡面就有 好啦擦完這支唇膏之後呢 我們就來做打亮還有Bronzer 我今天要用這個 這個是Anastasia的Glow Kit 好像有兩個色號是不是 我這個是Dead Glow 我現在想要用的顏色呢 嗯... 我決定要混合這兩個 這個 就是我想要在黃的和粉中間 我要用這個 因為這個很亮 所以我想要用這個 Makeup Addiction的Dual Fiber Highlight 這個刷子 我之前有講過我很喜歡的刷子 好 混合兩個顏色 然後在顴骨的內側 然後眉毛的上方這裡 這樣側面的時候這邊也會有 就是打亮 然後這邊也會有打亮 然後這邊也會有打亮 上面點在鼻樑 我只會打亮就是這一個小局部 我不會整個畫到底 這樣點在重鋒 一點點就好 好啦 打亮完之後呢 我要用這個 當做今天的Bronzer 然後我要用這個 是Real Techniques的Blush Brush 超大支的 我覺得這個拿來畫腮紅呢 比起來我還比較喜歡拿來畫Bronzer 我就上在額頭這裡啊 因為我額頭比較高嘛 然後 壓一下 顴骨 顴骨也比較高 就是螢光面的地方 然後下發一點點 鼻樑也來一點好了 好 那今天的妝容呢 完成之後就是現在這樣 整體來說都是走比較溫和 然後 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界線的那種感覺 只有唇膏呢 是比較界線分明 比較一個明顯的主題 然後眼妝呢就是 暖暖的柔柔的 還有臉上的打亮 我超級喜歡今天的打亮 拉近看一下今天的眼妝 我超喜歡欸 雖然不知道 能不能被看出來是咖啡色的 睫毛膏還有紫色的眼線 不過我不在意 我自己高興就好 整體來說呢 是現在這樣 那唇膏顏色呢 我非常喜歡 整體搭配起來的效果呢 我自己是非常滿意 也希望你們跟我一樣 喜歡這個妝容 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 掰掰